大家好 情报站又跟大家见面了 在上一期的情报站当中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老Q7和老贵士的这个段子 不不不不 这个维修方面的这一些知识 所以大家的兴趣点一下子就转移了 都去调侃这两台车了 所以大家提的问题呢 说实话都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我必须得给大家提一个警告 就是这一期的情报站可能还会比较短一些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微信网友克尔维特ZR1问的 这个克尔维特兄呢 他买了一辆2016款的天籁 他的天籁呢 在收邮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这种顿挫 然后他和4S店也反馈过几次 想看看这是不是变速箱方面的故障 4S店呢 技师跟他讲呢 这个是完全正常的 不用担心 所以他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一般情况下来说 如果说我们车子有顿挫 我们都会去想变速箱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但是日产他用的是CVT的变速箱 CVT的变速箱如果想有顿挫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啊 技术上有一点小小的难度 而且如果是变速箱导致的这种顿挫呢 一般来说它有非常明显的就升降挡 这一瞬间会有这种顿挫 可能是每一个挡位切换的时候 或者说速笔在变化的时候 它都会有这种顿挫出现 这个是变速箱的锅 但如果说只是在像你说的 就是加减油门的时候 会有一下这样的一种顿挫的话 那么可能还不是变速箱 我怀疑可能是机脚出了问题 正常情况下来说呢 机脚是吸收我们发动机产生的那种纵向的振动 不要让这种振动传递到我们副车架 然后也就一路就不会再传递到我们的车厢里面来 但是呢 因为是横置的发动机啊 所以它在加减油门的时候 发动机和变速箱 我们整个动力总成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扭动 这个扭动呢 会把它这个产生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力矩 这个力矩会叠加在我们的这个半轴上 纵制的这个动力总成呢会好很多 这种叠加在半轴上的这个扭矩呢 就会让我们的车子抽抽一下 这个其实是在横置的发动机当中 还是比较正常的一种现象 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个东西深恶痛觉呢 我建议你去换一个机脚 这个机脚呢 就是为了抵抗我们这个产生的这种扭动啊 它会垂直于我们的曲头方向 也就顺着我们车子车头的方向 有一个横向的这个机脚 拉住我们的这个动力总成 不让它发生这样的扭动 如果这个机脚坏了 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 这个东西我建议你优先考虑一下 因为它修起来也比较便宜 万一真的是误判了 或者没什么效果的话 我们也不用付太多的试错的成本 第二个问题呢 是微信网友击魁步啊 他的一九款呢 日产楼兰塔顶螺丝松动 去CS店拧紧以后 开了几个月又松了 这个有没有什么终极的解决方案 我们这一期的情报站就跟日产杠上了 这不是我的本意 这个二零一九款的车子 就出现这种塔顶螺丝的松动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比较匪夷所思的啊 它这个零部件这个质量 或者是加工工艺 这个可能有比较多的问题 但是你没有说清楚 就是说你的这个塔顶螺丝 是塔顶和顶胶的这个螺栓 出现了这种松动 还是顶胶和我们的减震器的螺栓 出现了松动 它相当于是 塔顶顶胶和减震器三个东西 串在一起 它有两套螺栓 但是无论哪一套螺栓出了问题 都可能只是螺栓或者螺木出了问题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换过相应的零件 不太可能是我们的塔顶出现了问题 这个就真的搞大了 因为如果要修一下的话 可能要切塔顶了 这个一搞一下的话 就可能变成大事故车的这种级别的东西了 大概率可能不是塔顶的问题 是我们的顶胶或者是减震器的问题 不知道你换没换过相关的零件 但如果说你不想换这个零件 能不能有办法防止它再松 这个也比较好办 我们用螺纹胶或者是防松镊片 或者是那种带肩的那种防松的螺木 甚至说就是两个螺木拧在一起拧上去 都有防松的这个效果 这个维修成本也是非常低的 因为无论是螺纹胶 还是防松镊片 还是螺木 他们都是论经脉的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维修成本 第三个问题是微信网友No.1提供的 它的老麦腾应该配备的是 EA88的发动机 偶发爆P2015故障 意思就是进气气管 翻板机个故障 修理长刚开始以为是误报 就没处理 但是过一段时间就出来 过一段时间就出来 然后就洗了积碳 洗了积碳之后呢 管了几天 然后又不行了 现在要换进气气管 南博万就想问 这个东西 这个维修方案靠不靠谱 其实你的这个修理厂呢 它最不靠谱的一个地方 就在于之前洗了积碳 这个东西应该直奔主题 把进气气管换掉 直接换掉就没事了 EA88的发动机呢 装配了可变进气道截面机的 这样的一个翻板机构 在我们高低负荷 不同负荷的情况下呢 它的这个进气气管的截面 是不一样的 目的是达到最优的一个进气效率 但是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EA888这款发动机是比较容易产生积碳的 积碳过多了呢 它就会导致这个翻板机构卡死在某个位置上 然后929只呢 就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翻板机构的轴啊 出现磨损 这个轴还是很长的 从第一缸升到第四缸 然后是靠一个真空罐去提供这样的压力 而开关真空罐呢 是我们的一个调节用的电子阀 这三样东西呢 都有可能出问题 而概率最大的呢 就是积碳 憋坏了我们的那个翻板机构的那个轴 那个劲还是很大很大的啊 那个 所以说如果说出现了这个故障 虽然根源在于积碳 但是一旦出现这个故障呢 你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你只能把整个总成换掉 因为硬件都已经出现了损伤 我们这边绝大多数的案例 也都是更换进气气管 就直接解决这个问题了 其他的一些包括洗积碳什么 都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帮我摄影的那个小哥啊 大脸猫 他的那个EA888的发动机 已经换过这个进气气管总成了 换好之后呢 也就非常好 而我的那台EA888呢 说实话估计也快挂了啊 大家迟早都会是病友的 下一个问题呢 是微信网友 A干西元林18679058532问的啊 这个元林哥呢 他最近迷上了FX35 那个他想问一下 这个车有没有什么通病啊 后期保养会不会很麻烦 油耗怎么样 他看中的是2011年左右的这个车员 现在价格多少钱合适 然后如果玩两年的话 预计亏损是多少啊 这是一个典型的选车方面的问题啊 FX35呢 他用的是VQ35的发动机啊 非常不错的一款大排量的V6的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的特点呢 他是短冲程的啊 偏高转速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动力参数呢 非常非常的给力 现在的车子更流行的是 等冲程 甚至是长冲程的这样的发动机 然后又有涡轮增压 所以 VQ35他现在所表达出来的那种高转速 偏高转速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啊 还是非常的稀有 非常的有意思的 玩起来 我觉得也是会让你念念不忘的一款发动机 而FX35这款机器 它的那个零配件的那个维修的费用呢 说实话比普通的日系车要高一些 就是动力总成这一块要高一些 但是跟德系车比起来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呢 跟FX35这个车型的这个覆盖件 比如说它的叶子板 保险杠 中网 基盖这些东西比起来啊 啊 这些都不算钱啊 它的覆盖件才是真正的贵 但内饰件也是比较贵的 毕竟这个车当年的定位还是比较高端 而且保有量还是比较少的 关于这个车的通病呢 其实啊 还是比较少的啊 整个车子都非常的稳定 包括使用VQ35的其他的一些 包括M级啊 或者是G35啊 这些车子都是比较稳定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 但是呢 偏偏在上个月的时候 我们修了一台非常有个性的那个G35 它这个故障非常的具有代表性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台车呢 来的时候呢 有两个大问题 一个是它的养传感器一直抱故障 第二个呢 是它的那个车子啊 在怠速 然后我们松刹车慢慢踩油门 转速上升到一千两三百的时候 突然啊 转速又会掉到八百转左右 车子会顿一下 然后再踩的话 就会又正常 高转速的时候也都是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们修了很多很多啊 是具体的试错的过程就不跟大家讲了 反正最后发现 养传感器坏了 就是因为排气管裂了啊 这么简单的一个小问题 它有新鲜空气窜进来 所以养传感器会抱故障 而我们的这个 这个转速不稳的问题啊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正式系统出了问题 VQ35的正式系统 它有一个可变正式调节器 就是我们的那个链轮呢 图伦轴的链轮 这个东西呢 大家都有 但是它的原理呢 跟普通的不一样 普通的正式调节器呢 是用里面正式调节器 有一个阀瓣 它在阀瓣的两端 调节那个油压 来调节我们 图伦轴和我们曲轴之间的那种相位 调节实现一点正式角度的这种变化 但是呢 它用的不是阀瓣啊 它用的是一个斜齿的花键 用靠花键的那种转动 像螺纹一样 让我们的这图伦轴 产生一点点角度的变化 原理上非常类似于宝马的第一代的Wavtronic 但是第一代的Wavtronic 用的是油压 这个还是用我们的机油啊 这个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思路 虽然它的稳定性更差一些 而我们的VQ35用的呢 是非常奇特的电磁离合器啊 这天呐 我都没想过 在这种地方能用电磁离合器 用的跟我们的通销压缩机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 而我们修的这台VQ35呢 其实就是因为电磁离合器磨损过度了 它结合上去之后呢 产生了打滑啊 然后没有办法驱动我们的那个斜齿的花键 产生一定的角度的转动 然后就出现了这种转速不稳的这种情况 我们把这个电磁离合器啊换掉 就OK了啊 维修成本也不是特别的高 当然大家也不用害怕啊 因为这个故障啊 首先的确是维修成本不会特别特别的高 第二呢 就是既然大家听过这个段子了 就知道这个故障怎么修了 万一遇到的话也不会做很多的无用功 第三呢 就是开业那么长时间就修过一台这样的问题啊 说明这不是具有代表性的啊 比宝马的第一代的Valchronic要稳定很多 关于它的这个行情啊 这个车子2011年车员供给量还是比较多的啊 目前来看呢 大概也就是在20到22万这个价位 如果说车况特别好的话 可能会突破22万 如果车况特别烂的话 就是在189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这个车子车龄普遍都比较长了 然后那个公里数很多都已经跑得很高很高了 我看到网上挂的这些车员 10万以下的都比较少啊 所以你要提防两类 一个是调表车 第二个就是里程度太高 已经被跑废掉了啊 有这两种车买到手的话 真的也是啊 那个欲哭无泪 我们知道啊 有一些二手车 它在售卖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价格并不是一个稳步下降的过程 它会突然的在某个时间节点 因为一些谁都不知道的原因 出现一个行情的断崖式的下跌 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类似于我们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啊 这个会对我们的这个车子的残值 造成重大的贬损 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FX35啊 它应该已经经历过这样的断崖式下跌了 所以说你现在去买这个车 玩这个车 它的行情还是比较稳定的 是可控的 我看了一下 应该如果玩两年的话 大概是4到5万的 这样的一个总价的一个贬损 所以说每年大概是在2万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跌价速度 我觉得还是比较可以的 最后一个问题啊 是微信网友梦问的 他非常喜欢越野和越野车啊 特别喜欢那种非承载式车身的这种车型 现在开的是一辆八年车龄的哈佛H5 但是因为穿越一带的路况不好 这个车子现在真的是跑的比较废 想换一个四驱的越野车 预算呢 十万元左右 最好能是非承载式的车身 他想问一下这个想法靠不靠谱 如果你经常看我做过的节目的话 你会发现我有两类问题 是尽量去躲避的 一类问题是轮胎 某某款的轮胎好不好 静音效果怎么样 抓地力怎么样 答不上来 我不懂 第二个呢 就是越野 这个我是真不懂 无论是越野车 还是越野的改装 还是越野的技巧 我一概不知道 所以如果说评论区的大神们 能有这个想法的话 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留言 帮助一下我们的这个孟先生 但之所以把你这个问题抛出来呢 其实我真正的想法 是做一个节目预告 因为我的一位同事 现在正开着一辆 还有的SUV 在重庆的山沟沟里面飞驰着 我们看看他下周 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分享 看看他推荐了哪些车型 好了 这一期的情报站就先这样了 如果你在用车选车方面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 如果你的问题非常有代表性的话 下周 应该是下下周了 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再见